立刻就接受过来 一点疑惑都有 那么其余事之辩充 其他的 我们这个世间一等聪明才智之四 通如禅客 通如像儒家的 禅家的 净死度量 你们对这个法门 对禁忠法门 你们去想 你们去分别 你们去辩论 越推越远 换句话说 越想越离谱 主啊 完全搞错了 岂不闻吗 这个法门 为佛与佛方能究竟 等教菩萨 要不施蒙福 威神加持 他也搞不清楚 胡宽这些 世间聪明才智的人呢 所以说这些人反而不如 下雨之人 欢一句话说 这个世间聪明才智 同如禅客之类 这是中等智慧 不是上上根人 不是大智 这不是大智 说老人话 他还不如下雨 上智下雨 是上智他赶不上 他不如下雨 下雨之人呢 他也不分别 他也不执着 一天这个法门 他也能够完全接受过来 老实念就行了 老实念了不起啊 唯能能前通佛志 暗后道妙也 诸位要下等 这个老实念 妙在哪里 老实念 能把自己的妄想执着念掉了 妄想执着念掉了 就得念佛三昧 念佛三昧 功夫要加深 这个念佛三昧 就是经上讲的 一心不乱 功夫有前身 经上讲了 有四一心不乱 有礼一心不乱 那么念佛三昧 请的是四一心不乱 功夫深真 礼一心不乱 到礼一心不乱呢 智慧就开了 情通佛志 自自然 自自然 自自然的就通达 就与如来古地上的智慧相应 暗和道妙 这个道呢 就是诸佛如来古地上所证得的 他不知不觉这一句阿弥陀佛念酒了 自自然然就喝了 就跟诸佛如来所证得像喝了 所以这些中等更新的人呢 反而不如下雨阿 不如阿 下雨真的有不少在一生当中能到这个境界 摩尽是礼 这个重复经上这一句话 摩是释迦牟尼佛自称 佛见到这样殊胜的礼仪 故说辞言 故说辞言是劝明我们瓦森 分明以佛言 佛音 我见 见是佛言所见 为我们说出这个利益 劝我们往生 这是佛的音声 佛的教会 印定此事 把这一桩事情 印定就是确确实实 是事实 决定不错 这个印是信的意思 你看我们这个 在中国自古以来啊 这个政府机关呢 都有个大印 这个印是一个证明 就是证明 就是证明 决定 这一桩姿 一点都不错 佛事 这样的苦口婆心 劝导我们 其敢违抗 那我们怎么敢违抗 不善顺 如也在 如果我们要是违抗了 这就不是善顺佛的意思了 如果我们要是善顺佛的教会 善顺佛的意愿 那就跟马鸣龙树 智者有名 把他完完全全的 接纳过来 一教奉行 那就对了 这才叫善顺 善顺就是佛的好学生啊 真正听话了 一教奉行 那么这个四谢堂 最圆满 最究竟 最殊胜的礼业 我们现前通通得到 到这个地方呢 这是把本经的正宗分 介绍完了 下面呢 是本经的流通分 那么大师对于弥陀经的封窟 跟古来的大德门分的不一样 他把这个六方佛了 就分作流通分了 一般呢 他们把六方佛都分在正宗分里头 那么为什么这样分法 他前面有个介绍 有一个说明 我们看底下这个解 幸运持明一发 原收 原朝 一切法门 恕于一切法门 昏腾